这两天香港暴乱越挠越凶 迫使深圳与香港西九龙之间的高铁停运 10月20日杨锦林先生发表评论说 我觉得要旗帜鲜明的反对暴力 只有依靠香港警方是不够的 社会各家要动员起来 组织自卫队 配备武器 尤其是具有杀伤性的武器 以保卫自己的自由和尊严 蒙面暴徒毕竟是少数 甚至是极少数 特区政府救不了他们 林郑月娥还准备特赦他们 卧槽他妈的 我的公司 我的家庭 我的个人生命安全 不可以受到任何的侵犯 都别拦着我 谁侵犯我 我有自卫反弃的权利 前几年 发生在昆明火车站的爆孔事件 四个吃刀暴徒 居然让数百个民众 暴头数窜 我们绝不当这样的懦夫 香港社会各界组织民兵自卫队 看来是时候了 这里 我们看到了一个 有血性的香港男人 如何拍案而起 其实最近 已经有不少香港人 大胆地站出来 扯下暴徒们的蒙面道具 斥责暴徒们的暴力行径 但这些人 与七百多万香港人比起来 显然是太少了 太少了 所以才有杨锦林先生的怒发冲冠 拍案而起 相比于杨锦林先生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志 不仅没有血性 而且还公开支持 该校参与暴乱的学生 公开指责顶着压力 维护香港安全和秩序的警察 10月10日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志 与本校参与暴力示威的学生 和校友进行对话 曾指责暴力 称对于校园范围被破坏 涂压及喷漆等感到心痛 认为涉事者没有考虑 校园是不同意见人士的感受 当场遭场内激进学生起哄 闹场喝倒彩 还有学生对其进行人身攻击 骂其为断狗 中大支持 据报道 对话会结束后 准备坐车离开的段崇志 突然返回学校 与激进学生进行两个小时的闭门会 态度随即出现重大转变 并于10月18日 发表了一封严厉指责警方 并袒护暴徒的公开信 段崇志校长在公开信中 完全不谈这些学生 如何作为一个暴徒 在社会上所干的那些激进 违法 暴力行为 对这些作为暴徒的学生的所作所为 没有任何谴责之词 而是反复述说 未经证实的那些被捕学生的一面之词 控诉那些学生暴徒 被捕后受到警方所谓的非人道待遇 他说 每一位同学 无论他们持何种立场及价值观 无论他们曾否犯错 都是重大的学生 对于同学 亲属他们被捕后 经历的身心创伤 感到难过及悲愤 段崇志校长呼吁 受影响同学 争取应有的权利 他非常愿意 与律师一起陪同同学到相关机构做出诉讼 保障他们的法律权益 及要求严正处理 基于事件的严重性 他会去信行政长官 希望行政长官考虑 针对县市大学已掌握初步资料的约20宗个案 在现有机制以外 做出严正跟进 让法治精神得以彰显 他还特别说 过去两个月来 社会上有强烈声音 要求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查找警民冲突 以致整个事件的真相 对于部分警务人员涉嫌不当 使用暴力或违反人权 经查证后 须予以谴责 10月19日 香港特区前特首 梁振英发表文章称 段崇志的公开信 是为他个人解脱 梁振英表示 各大学的部分学生 压迫校长表态 是为了将违法行为反黑为白 在校内确立运动的正当性 鼓动更多学生 以违法甚至暴力行为 和香港揽炒 梁振英质问 不知段和大修管理层 有没有顺便了解一下 这些同学在被捕前的行为 包括他们有没有扔砖 放火 扔汽油弹 有没有破坏地铁站 袭击警察 毁坏大中小型企业的商店财物 有没有煽祸他人 如果你不知道 你有没有责任同样了解一下 如果你知道 你会报警吗 人民日报发出评论指出 在没有经过权威调查 充分了解各方情况的前提下 只是把被捕学生的单方面说法呈现出来 是否能拼出完整的事实 我们无法想象 这封公开信 会对那些遭受极端激进分子伤害 不愿参与任何刑事暴力 却被裹挟其中的学生 那些渴望寻觅知识和真理 反对校园政治化的学子 那些希望与激进学生理性沟通 却被辱骂恐吓禁锢的老师 甚至那些至今仍躺在医院的受伤警员 及其家属造成怎样的伤害 必须坚决向暴力说不 坚决不能让学校成为输送暴徒的大学 还校园以平静 10月20日 香港城市大学 香港纪会大学 岭南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教育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大学 八所大学董事会主席发表联合公告 公告表示 大学珍惜多元意见 然而绝不是寻求政治议题解决方案的战场 更不应该卷入支持某一特定政治立场的漩涡 声明指出 大学校园或任何其他地方 皆不容许有任何形式暴力 粗暴言语和无理行为 强调 突兀 破坏才艺是违法行为 无法容忍 声明共有六条 一是 大学的共同使命 是增进知识 促进理解 期望大学社群所有成员捍卫言论自由 尊重其他成员的观点 为此 大学珍惜多元意见 并鼓励大家就不同意见 进行全面 文明 及互相尊重的讨论 然而 大学绝不是寻求政治议题解决方案的战场 不应卷入支持某一特定政治立场的漩涡 二是 大学的至高责任是为每一份持份者提供安全的学习和交流意见的环境 不应有人感到被欺凌或威胁 每个人都有权利充分表达意见 但大学校园或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容许有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 粗暴言语和无理行为 尊重大学财产是所有大学成员的基本责任 屠污破坏财产是违法行为 无法容忍 三是 大学的核心使命是增进知识 所有课堂需按计划进行 以符合各学课的课程要求 部分学生杯葛上课是其个人行为 不得扰乱任何学术活动或课堂 更不得强迫其他同学参与杯葛 在任何情况下 每个学生均有责任跟进课程进度 达到学历要求 在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 大学或可酌情处理 给予学生额外时间完成学历要求 但学生不应视之为权利 四是 大学以教职员及学生的福祉为重 在其能力范围内 大学会为教职员和学生提供 适切支援及建议 但每位员工和学生 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所有大学持分者 在任何时候都需守法 大学提供的支援和建议 都是出于光顾 并不代表大学支持 任何持分者的个人政治立场 五是 大学有既定机制 和程序处理违反法律 或大学规则的人 涉及行为操守问题的教职员 或学生 可预期被引用相关程序和机制 对其做出根据 成处的方法包括 谴责 再令停学 停工 甚至解除学籍 解雇 必须强调 每个人 需对其行为负责 六是 在香港致力寻求解决 目前困境的方案时 我们呼吁社会各界人士 例行克制 相互包容 目前 需要像杨锦麟这样 有血性的香港人站出来 需要像梁振英这样清醒的香港人 表明立场 最近两天 参与签署反暴力的香港人 已经达到20余万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香港人 站出来表明态度 如果大家都想失去风骨 失去基本人格的断崇志 那样助纣为虐 袒护暴徒 让学校成为政治战场 成为暴乱的滋生地 成为暴徒的庇护所 那么香港将失去明天 失去未来 杨锦麟先生说得好 我们绝不是这样的懦夫 10月21日下午 香港警方在记者会上 介绍了上周末 行动的一系列数字 揭批了暴徒暴行 及其公式化规律 起初会有貌似和平的游行 之后有黑衣蒙面人 四处破坏 放火 情况令人非常厌恶 市民生活受到极大困扰 西九龙总区指挥官 卓孝叶表示 警员在前线看到 暴徒投掷汽油弹的行为 越来越猖狂 我想跟这些暴徒说 他们做的这些事 都是有后果的 昨天有暴徒向警察 扔汽油弹 马上就被我们的警员制服 他重申 我在这想警告 所有的暴徒 扔汽油弹 是纵火行为 依据香港法律 对纵火的最高刑罚 是终身监禁 另据统计 上周五至周日 警方共拘捕68人 包括53男15女 年龄15至67岁 涉盗窃 非法集结 非法集结时 使用蒙面用具 行毁 公共地方打斗 藏有攻击性武器等 暴徒的种种略形 已经大大超出 和平表达诉求的范畴 警方警告 投汽油弹 属纵火行为 最高可判终身监禁 即使诉求有多崇高 都不能合理化暴力